相声说唱 报效全场 大汉曲院古书团 借着相声说学逗唱 带出眷村文化节系列活动 全场观众被逗得笑开怀 而肖之三将军夫人张诗英 更是回忆起眷村的美好人情味 我们搬了板桥 所以大家在里面生活都很愉快 也很互相帮忙 大陆的朋友以及 想要做文创的 在找地点的人 我带他们进去之后 他们赫然发现 就在淡水河左岸这边 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眷村 为了让民众更了解眷村文化 新北市文化局打造 新北市眷村文化园区 这次举办的眷村文化节 也是特别替园区暖身 希望找回因眷村改建 而慢慢淡化的文化记忆 三重渔村 它是我们全国 指定的眷村文化保存区 我们很快的即将会进行 开始系列的修复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变成 我们新北市 甚至全国来保存 眷村文化的一个基地 今年的新北眷村文化节 保留许多的眷村回忆 特别规划 村书文物展 时光记忆展等 希望还原 其日眷村生活 将于10月8日 至10月30日 在空军三重一村 盛大登场 有兴趣的民众 千万不要错过 凯破大台北 10月新闻张鱼飞采访报导 请搜索